Hello,大家好,我是出门在外的石头太郎,今天这个开学第一天,太郎上学了,去个新的学校,而且今天也成为了中学生,中学生活的第一天。 哎呀,说实话,对于像我那样的奶爸来说,孩子不在身边,第一次回到校园里上课了,之前都是在家上网课,还每天在一起,今天呢,感觉着空腦腦的,不知道该干什么的都。 之前呢,答应了一个加拿大的朋友,一个北京老乡,说是去拍拍这个金钱红炸糕,以前呢,金钱红炸糕就在虎方桥那儿,我刚才用这个导航一搜,好家伙,现在的金钱红满北京都是,还有家门口的,但是呢,最正宗的,最有感觉的, 以前天天排队的那个,就是在虎方桥,国人区楼路边上,所以今儿呢,我打算,呃,这个,去帮朋友看一眼,我自己也好久没吃辣糕了,走,跟我一块儿去看看。 这个是开往环球度假区的,哦,应该是明天,Universal,就叫开业了,应该是适应业。 地铁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不像迪斯尼。 这现在是到了老的宣武区,现在叫西城。 你看,五广会馆,这些壁画,还是挺有历史感的。 站台呢,又是这么现代,还挺好。 罗马市大街,出去咱们就虎方桥,看个是哪儿,我还这,说实话,我这个,虎方桥这边,来的并不频繁以前。 小学的时候,上这儿,陶然亭,可能会来过这边。 然后,中学的时候,去陶然亭,也是陶然亭,游泳。 也会,偶尔会坐坐这儿。 大了,好像,还真没来过,除了后来买这个闸糕了。 今儿,我们说到闸糕,我已经有十年了吧,没吃到这个不忙桥的闸糕了。 也是在回家,不,回家,对,回家之前,跟加拿大的北京的朋友聊天。 就回忆小时候的一些事,小时候的一些北京的一些吃的,想到的这个闸糕。 晶天红,那时候排队,但我们小时候好像,没听说过。 只是,上班的那些年,电视北京台在演,晶天红这个闸糕。 但具体它是,就是什么时候已经就有,就存在的,我也不知道。 我们今儿去看看去。 在路口,找了半天方向,终于整明白了。 我刚才判断的没错,就是应该往南走。 这院子是什么呀,这个。 呦,原来是它,武广会馆。 关着门呢,还真没来过以前。 以前好像对,就从这路口去的多的地方。 这边,这路口北边。 这儿是中国书店。 这是往北走。 这边是, 琉璃场。 然后河阳门。 那个楼是晋阳饭庄。 对,这个楼是晋阳饭庄。 晋阳饭庄的下边就是季晓兰故居。 哎,奔这边就是奔南,就是虎方桥了。 看看啊。 武广会馆的正门。 我们先搂搂去啊。 原来老路过,就跟那公王府似的。 虽然就在我们家附近,打小我就没进去过。 一直到现在。 四十多年了,从来没进过公王府。 哎,没开门啊。 今儿礼拜几啊。 还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呢。 用餐请走北门。 这,该吃饭的了怎么办。 还是说,原来一直是吃饭的。 不知道。 古代建筑与现代建筑的结合。 哎,看看这儿,武广会馆。 嘉庆十二年。 来自己搂搂啊。 好,戏楼。 哎,我没记错的话。 啊,对啊。 原来就在这儿嘛。 我就说嘛。 这,这,这是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 对吧。 旁边这个,这,这,这块就是嘛。 这儿写着呢。 京天红。 酒家搬迁。 搬至虎方桥十七号。 清华十一层。 哦,看看新的。 你看,我们家那边东四工人俱乐部都废了。 这个呢,是北京市工人俱乐部。 看这样子,好像也废了。 哎呀。 说不哭的感觉。 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但是街道呢,倒还挺好的。 你看看。 街道还是老街道。 啊,也是,就是路加宽了。 哎,我们到这个陶仁北岸北侧路了。 咱们从这条街。 那个北岸北侧路,咱就向西了。 这现在这个街的名字怎么那么绕嘴啊,这个。 不计以前都不叫这名吧。 好多路啊,感觉都是这个拆迁以后新开辟出来的。 然后起什么名啊? 这起一辈儿长的。 走着走着,嘿,您猜怎么着。 进这街,没多远。 我一看有人排队。 我就知道,这儿应该到了。 你看看。 京天红。 这搭配可以啊。 下边饭馆。 上边。 清华池倒汤子。 洗完澡。 下来搓一顿。 挺姿。 哇,人真不少。 哎呦,这新店这还真不错。 起码没以前那么晒啊。 小酥肉。 炸五条。 干炸丸子,我爱吃。 那,这丸子。 我今儿就来炸糕。 今儿别的什么也不买。 来半斤火场。 来半斤那个。 来半斤那个。 半斤,哎呦,看炸糕了。 来。 这是半斤是吗? 上新的了。 好吃。 好吃了。 然后再来点那个什么。 还要炸糕。 这点炸糕。 吃菜啊,咱先吃菜啊。 哎。 终于能炸糕了。 哎呦,终于能吃炸糕了。 哎呦,终于能吃炸糕了。 好了,谢谢。 这点可以 炸糕 这就排上队了 我这一躲慢我也甭找地了 我就有图有真相 不光是图了 有影像有真相 我在门口把炸糕吃了 尝尝 说实话 没以前好吃 都这么空的 你看看 这么一大口 没咬着馅 嗯 油啊 跟尹强一样多 那味儿啊 真不行 有点失望吧 这个炸糕吃完了 吃了我买了俩 哎呀 还真烫 我这个上牙床的 上糖都给烫 那个烫薄了都 哎呦 总体来说 这个京天红的这个炸糕 还行 第一个可能我那感的不好 第二个炸糕 第二个炸糕 这第二块还可以 口感上啊 第一块那个那个 主要那个豆沙馅 味儿感觉有点不太 不太对 跟以前 我现在出来了啊 然后奔这个北北路 哎 这到路口了 突然发现 在城里就是讲究 有这个叫什么 共享单车的停放处 这人们都还是挺规矩的 共享单车 还有这个电动车 都停在这个 这个这个停放区域 代替了以前的这个存车处啊 挺好 北京要都这样 就太棒了 看到了这个 虎方路社区 这个城市变化以后啊 特别是南城这边很少来了 你看 我这刚才发现一个80年代的 标志性的建筑 啊 这个这广告牌 这还有呢 这个哎 我还是转向了 这个不是 刚才走的那条街 不是桃圆亭公园北门那条街 北门那条街 还应该在南边 走在这条街上 我看到这些新的楼房 想到了应该这是也是 像东城似的 小街朝内小街 那边的这个这个 叫什么 微房改造啊 什么改造工程 包括金鱼池 拆迁以后啊 原地盖楼房 然后当地居民可以选择回迁 我估计应该对 从这个外观上看 应该都属于同一时期的这个社区 现在叫南华里 原来好像也叫南华里 给歌 天洪 正如是 十字幕 快点 天津 订阅